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個區域還有很多特別的植物 可能是有其他地方找到 所以很漂亮 還有另外一處 對花的下面有一堆草 草中間有一隻蜥蜴 很大隻的了 開飯時間 今餐不錯 有雞吃 有很美的南瓜湯 還有牛排 很美 五生索 這樣不錯 這隻的名字叫Dijulidu 很漂亮 這麼長的話 其實都很難撩得這麼深 所以不是撩出來的 是怎麼走出來的 是白蟻巢黏著那棵樹 白蟻是否吃木 就吃光了 空心 那它把那棵樹拿出來 就製作了 就可以製作一枝 跌了一枝刀出來 就可以吹出來有聲 它都會示範 不過一天沒有洞洞 所以不會有什麼道理 麵巴塑拉鐵刀 它只是用口 那些不同的動作 來做出一部聲音 但是位置的聲調都是一樣的 但是用那個 這個 好啊 第二種 voice dwarfs 對啦 第一隻 試試的計劃 第一隻 示範了這種狗的驕聲 這個叫Dingo狗 澳洲本島和肚主一起打釀狗 第一隻示範那隻狗的叫聲 好,OK,接著是第二隻 Cangaroo 袋鼠 對,不過袋鼠是不會叫的 他只是做,告訴你袋鼠動的動作 好,接著是Cangaroo OK,Cangaroo 他們叫做Cangaroo,那些劍性的Cangaroo 好,不過這枝你可以拿來拍照,沒問題 打獵的,全都是用這些矛子來擲袋鼠、擲筒子 不過當然,以前這麼久的時期 他們的土豬不是用金屬的 只是用木,像砲鉛筆一樣 砲尖去,用這些尖的木來做 所以其實是圓脂來的 大過的話,你看到這枝毛 其實它的頂頭會有一個洞洞的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最主要他們用同手擲的情況 擲得不太軟,而且不夠腫 因為始終你的手有架位 很難擲得很腫 所以他們就發明了這枝 這枝是什麼來的呢? 這枝是發射器 發射器拿著這枝是釘子 這枝不釘子是釘子 用頂頭這個位置 插著上面的頂頭洞洞 插著一起釘子會又軟又準 力度也更加大 所以現在就用了這枝 Ashley 族的土人 現在表演了 逃手飛過去 直接釘到那裡 現在加了這個 是發射器 Ashley 的發射器 一隻手一起釘 釘到很遠很遠很遠 再來一次 再飛過去 Nars 1 你看有沒有中了一枝 來看一下 這個才是真漿 真的中了 還在鎮 這枝很漂亮 這枝是椰子傳下來的 厲害 好東西吧 洪心 好 Thank you 好 所以說 跟你打羽毛球 打網球 打冰球 一模一樣的 所以你是右手的話 你一定要左腳 一定要左腳踏前 右腳踏後 這樣才會發到力 但是釘這個回力标針 不是這樣釘的 這樣釘是飛碟 這個我們是飛碟 這樣釘的 打洞不釘 釘的時間的話 我們面向前方 我們叫12點鐘方向 不過我們不是面向12點鐘 而是面向2點鐘 兩鐘方向釘出去 釘完出去 之後才會有回力的效果 好 這樣子 謝謝 我指指定都不用 才才能回到來 1點鐘 1點鐘 1點鐘方向釘 再打一隻 你來你 你弄得這麼漂亮 不可以 這位 我回不得了 這位 你來用來用樹枝 把樹枝走 看見他們 我死了 我看你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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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